大家知道嗎 特別是因為男生沒有機會 女生就有機會看是不是懷孕 大家知道在懷孕初期的時候 不要讓小朋友在生命的初期 太早接觸到一些容易過敏的東西 這樣他長大以後就很容易過敏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有過敏體質 你大概是會注意 但是現在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嗎 什麼寄生蟲比較少 但他的過敏都比較多 然後特別是你在懷孕的時候就要注意 一些帶殼的東西先不要吃 因為這個是比較容易過敏 好 我講完了 你覺得帶殼的東西是什麼 還好 我一定會養椰子啊 巧克力啊 都沒有殼啊 那你還蠻聰明的 哇 你也都不高興 對對對 蝦子還有呢 謝謝你們告訴我蝦子有殼 還有什麼 然後呢 還有呢 哇 你們的生活過得這麼幽默 竟然就開始回家 幾龍蝦來了 然後鮑魚是不是 還是什麼 沒有人想回答 花生 或者是蛋 喔 喔 什麼 喔 好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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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關係啦 隨便你啦 以外面要吃什麼 隨便你啦